我们开始啊 那个昨天我们是讲到这个意义行调 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了 那今天我们接着举例子啊 第三个例子呢 我们举一个文体的例子 我们说吟宋是 吟宋是分为不同的文体的 那不同的文体读法不同 那文体对于这个吟宋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所以举这个江南 江南这首诗呢 很简单 有的小学课本是作为第一首诗的啊 这个学习的第一首诗 这么简单的一首诗 意思好像也很清楚 但是 这首诗真的这么简单吗 你不觉得这首诗有点奇怪吗 我们很少见到股市有这个样子 这个结构的是吧 先请大家呢 看一段录像啊 给大家看段录像 这段录像是薛日平老师 他的一段教学录像 其中 他们在吟宋江南这首诗啊 我们看一下 电脑就这样 没有反应啊 电脑就这样 没有反应啊 我们来看他们教这个江南可彩莲啊 从这儿开始 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最显正的 Senhor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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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看到 这位平洋老师 他领读了两遍 大家一起读了两遍 孩子们在做动作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动作的意思 横 平 术 色 入 是这样的 读了两遍了 然后我们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了好了 大家看到发生了什么了吧 这个男孩他读错了 刚才老师带着大家读了两遍 这首诗写在黑板上 他看着念居然念错了 怎么错的呀 于系连夜东 于系连夜西 然后呢 应该是于系连夜南 他读成了于系连夜北 你说为什么 这个错误是为什么 每一次犯错都是有道理的 我们往下看 又发生了什么 他 你一直将来的感觉 正好 天满 多爱 你 多爱 多爱 你 正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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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ability 哎呦 你们都是嘛 可老是俩同家 我来的那个明 因为别의年лох 爱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们看到刚才第二个小男孩 他又读错了 是吧 第一个小男孩如果读错了 还有情可原 你可以说他这个精力不集中 偶然犯了错 可是当第一个男孩犯错的时候 大家都在笑他 第二个男孩也笑他了 可是轮到他读的时候 他也读错了 你说这是为什么 啊 哦 紧张啊 哦 你们是这么理解的 这个薛瑞平老师不是这样理解的 你看他后面怎么说的了 他说不管你们怎么笑 他依然在那里吟诵 吟诵就是这样的 说明他一点不紧张 大家都在笑话他 他每唱一句 大家就笑话他 可是他依然那样很潇洒地在吟诵 他一点不紧张 这个小孩一点不紧张 他为什么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每次看这段录像都非常感慨 非常感慨 我要是在现场的话 我就会跑过去拥抱这两个孩子 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太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知道吗 他们是天才 我们回来看这首诗 当时就像现在一样 大家坐在下面 黑板上有这样一首诗 让你念这首诗 你会念错吗 你会把北跟南倒过来念吗 为什么连续两个孩子都要这样念 南如果倒过去 有什么变化 这个诗有什么变化 他们为什么要把北放到前面去 看出来了吗 是什么 我这样子讲啊 因为那个东 西 北 然后就特别的西和北的时候 他们唱的时候好像都比较短续入身 然后那男呢 他那个啊啊 好像就感觉到那很宽的这种 然后我在想着他在读这里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东 西 北 好像就顺着发身后才说给大家展开这样一个 东和西都是平身 而且他在举手做动作 所以他不会搞错的 对 应该是这样子是吧 啊 您说 周老师 对啊 不过北是 对 对 这些孩子小学一年级入学第二个月 我估计他们还没形成这么明确的这种观念 都不知道为什么 看不出来 孩子们犯的错误 我们往往不会犯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犯错误 再仔细看一下 如果把北挪到前面去 把南放到后面来 整个的诗有什么变化 其实很明显的吗 能看出来 谁看到了 是怎么样了 啊 押韵了 对不对 这个诗前面的韵是什么 是连 田 尖 所以呢 最后押韵是 南 押韵 这两个孩子主动调整了这个诗 以使他押韵 所以他们还有押韵的天分 我们已经没有了 他们还有作诗的天分 我们没有了 怎么没有的呢 很多就是被老师压抑下去了嘛 是吧 都错了 然后就 不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很了不起 他说明我们 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的学生们 对 还是有救的 就是这个意思 很了不起的 很了不起的 但是 很不幸 这个诗真的是被结束的 他还真的是被结束的 所以这个问题啊 自古以来就引起很多人的疑惑啊 为什么被结束呢 那我听过三种不同的解释啊 第一种解释 说 超错了 这简单的解释嘛 超错了嘛 是吧 那这个诗是 记载在《宋书一文志》当中 《宋书》是二十四史之一 这正史啊 他记载了很多的这个汉乐符 但是 只有这首超错了 其他都没超错了 而且是最后一个字超错了 这个运超错了 是吧 这个可能性 不大 不大 而且没有证据 没证据啊 第二种说法 说这是方言 嗯 说那个地方的方言 那个北呢 它就是独安 而且它也不是入生字 这个事情嘛 也不是理论上没有可能 也有可能啊 但是 没证据 找不到证据啊 还有第三种解释 有一位宋光生先生说 这个北是主音 那这个是音乐学的问题了啊 北是主音 那么连天尖都是主音 北也是主音 就四声对五音啊 可能对得上啊 所以用了北 那这个解释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连天尖都是主音 那男也应该是主音啊 那为什么不用男呢 还押韵 所以还是有问题 还是有问题 三种解释都不令人满意啊 这是个千古迷案 为什么北结束啊 我有一个解释 从吟诵的角度去解释它 大概 也许能解得通啊 为什么呢 我们要看它的文体 这首诗的文体是什么呢 是乐府 这次是乐府 什么乐府呢 汉乐府 这个汉乐府是有它的特点的 中国这种乐府是最发达的 就三个时代 一个是诗经时代 诗经其实也是乐府 只是没这么个名字而已 他也是民间采上来的 这诗经 这乐府 然后第二个时代 就是汉乐府 第三个时代 是南北朝乐府 这三个时代最发达的 那诗经 汉乐府 南北朝乐府 都是不一样的 诗经这个时代 诗经是干什么用的呢 主要是用于 教育贵族子弟 是个课本 还用于礼 各种礼的场合 就是在礼的场合的乐 南北朝乐府 南北朝乐府 主要用于后宫 娱乐用的 主要是用于贵族的 宴想 大部分用于贵族的 宴想 就是贵族吃饭的时候 用的 我们现在 就经常有一个词叫 岳府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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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岳府啊 岳府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 民歌 这个 这个说法不准确 不准确 汉乐府 艳想用的 那么 汉朝的贵族怎么吃饭 我们现在有一些 汉代的墓室当中 有一些壁画 另外有那个画像砖 就是砖呢 上面是有雕刻的 是吧 另外还有一些陶涌 通过这些都能够 大概看出汉乐府的样子 就汉朝人是怎么吃饭 以及汉乐府是怎么样表演的啊 汉人吃饭的 这个贵族吃饭 一般是围成一个方形 然后他们坐在外面 中间这个场子是什么 乐府的表演场地 岳府是从 岳府是从民间搜集的民歌 然后经过岳宫改造之后呢 在 验想的时候 看酒席的时候 在中间表演用 这岳府啊 所以岳府不是民歌 它是什么呢 它是红歌 明白吧 哎 我们说汉乐府当中 以前都说 汉乐府有好多揭露统治阶级什么 批判统治阶级什么什么之类的 古尔行啊 富病行啊 东门行啊 是吧 什么十五从军争啊 尼玛长城窟啊 什么战城南啊 什么好多啊 都说是批判劳动人民的 批判统治阶级 是吧 劳动人民的 什么控诉啊 什么之类的 你看看这场子 怎么可能 人家养着你 是吧 给你发工资 然后人家吃饭的时候 让你上去表演 你就上去了 你们这把同志者啊 个个穷凶极恶 这么之类的 你这 可能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们要根据汉乐府的实际情况 做一些实际的判断 乐府有它的特点 就是它是经过整理加工的 然后它用于表演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 也唱民歌啊 红歌 不一样的 比如说东方红 东方红怎么唱呢 对啊 唱得很庄重 是吧 东方红 太阳声 但是当初 当它第一次出现在人间的时候 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那是一个农民 农民 农民到那个八路军的那个大院里 当时要移民啊 移民啊 这个农民是个宣传员啊 他自己编的歌啊 编的歌啊 就移民好啊 就这样的一些歌啊 在他编的那些歌当中 有那么一段 就是这样的 那是陕西的信尖游啊 是吧 一唱起来 东方红 太阳声 东国出了个冒 色 东 你怎么唱的呀 是吧 这个是民歌啊 是吧 而且 这个调子也不是最早的 这个是来自那个 刘志丹 那个军队中的 叫白马调 这个农民为什么会唱这个 因为他会唱白马调啊 白马调 刘志丹那个 军队的 怎么唱 起白马 扛阳枪 是三哥哥吃的是八路郡的粮 本想回家看妹妹花 还有大鬼子 鼓不上 大概是这样的 这原来是这么一首歌啊 那白马调是最早的吗 也不是嘛 你一听他的词不是嘛 他的前面还有 民歌 而且很多是情歌 从那些歌变到白马调 从白马调变成 民歌式的东方红 从信天游的东方红 又变成了东方红 民歌就变成了红歌 那在古代来说 就是民歌变成了乐福 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把乐福等同于民歌 不完全一样 因为汉乐福主要用于艳想 但他也有其他的一些功用的 用于娇妙祭祀啊 什么的 还有一些啊 艳想的居多 因为汉乐福主要用于艳想 所以他就有 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汉乐福的叙事性强 为什么叙事性强呢 因为很多汉乐福相当于今天的音乐剧 音乐剧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 有角色扮演 有不同的角色 是吧 很少有一个人独角戏 是吧 分角色的是吧 然后呢 有对话 有旁白 有情节 这样的就是音乐剧 我们想想说汉乐福当中大量的 其实都符合这个特点的 它是音乐剧啊 比如说汉乐福最有名的是什么 叫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这样的吧 分角色 有对话 有旁白 有情节 是这样吧 其他的你像 这个 上山彩蜜蜂 下山逢故夫 是吧 常跪问故夫 两个人呐 有对话呀 有旁白呀 有情节 对吧 还有这个 尹马长成夫啊 还有这个 罗福啊 是吧 日出东南域 照我秦氏楼啊 秦氏 秦家友好女 自名为罗福 这个也是这样的 有对话呀 有情节啊 是吧 这个 山城南啊 十五从军争啊 是吧 孤儿行啊 富病行啊 东门行啊 这个 包括哭于过河气啊 什么乌生啊 就那么短的诗 就四句 也是有角色 有对话 有旁白 有情节 也是这样的 他表演用的 表演用的啊 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歌舞 没有角色 没有情节的 但是是歌舞 江南是属于什么 歌舞 他是属于歌舞的 啊 岳府又分很多种的 汉岳府也分很多种 江南属于汉岳府中的 香鹤歌 他属于歌舞 他属于歌舞啊 这个汉岳府啊 留下来的汉岳府 有一种现象 叫声词杂写 声词杂写 声是什么呢 古代就音乐的意思 词呢 就是词 就这个词啊 混在一块儿写 叫声词杂写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有这样一首诗 叫龚墨武 也是汉岳府啊 龚墨武啊 这龚墨武 就古代的这个书 这样的 是吧 竖着写的 对吧 这字就竖着写的 这样 这龚墨武就这样排的 中间也没标点符号 是吧 每个字你都认识 合起来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一堆断马 就是龚墨武 但是我们古人尊古啊 就代代相传 一个字不差的 一直这么抄下来 但谁都不懂 谁都不懂 就不知道 这怎么回事啊 我的导师叫赵敏丽 这是我们学会的 常务副会长啊 赵敏丽教授的老师 叫杨公济 杨公济先生 这是东北的学术的 太懂了啊 已经去世了 杨公济先生 很多年前 有一次 夏天的时候 在院子里乘凉 闲来无事 就拿着汉乐府看 是吧 怎么翻着看 就翻到了龚墨武 看了一会儿 诶 他看明白了 所以 杨老先生是 大才子啊 他就这么看 就能看明白 几千年呢 没人看明白啊 他就这么看了一会儿 就明白了 这多了不起啊 是吧 他怎么说的呢 说这样 你别看这些字都排在一起 你把一些字抽出来 说你这个字啊 这个字啊 这个字啊 这个字 还有这个字 你把它们抽出来 这五个字排在一起 哎 他就是一首诗了 那剩下的这些字是什么呢 音乐和舞蹈 他提示你音乐和舞蹈 比如说 有这样的字 起 什么意思啊 起就是站起来 啊 比如说 有这个 灰 灰什么意思啊 对啊 转圈啊 啊 对啊 还有歌 就开口唱 是吧 还有舞 就跳舞嘛 啊 就这样的 那些是提示舞蹈和音乐的一些字 这个诗啊 那人家本来是这样的 然后比如说在这儿写一个 起 上面从这个字开始呢 你要站起来 但是后来抄的人呢 搞不清楚 然后就这么抄的啊 所以就乱了套了 就是这样子啊 那汉乐府中 不只是公墨舞啊 还有别的呀 就是生词杂写现象啊 这就说明汉乐府是什么样的 这一种歌舞 它是一种歌舞啊 它不是这样站着干巴巴的念的 不是的啊 但是大量的汉乐府是 没有生词杂写的 就是干干净净的 就是词 这个以前我们也有很多人 怀疑甚至是指责我们中国古代音乐的 说我们中国古代音乐呢 没有谱子 这是我们中国落后的表现 是吧 你看人无限谱多么的 是吧 这个发达 是吧 能记下那么多的东西 中国古代没谱子 尤其是前半段没谱子 后半段倒是有谱子了 这谱子是给谁看的 干什么用的 我们中国的谱子 主要就是给两种人用的 第一种 不认字的人 医技呀 很多是不认字的 我们解放前那些唱戏的 有大明星都有 是吧 角啊 认字吗 不认字 他能唱那么多 背过那么多 不认字的 不认字 不认字怎么办啊 就给他用简化字 简简化字 所以就半字谱啊 简字谱啊 他只能认清一些符号的 别的搞不清楚 所以公字谱啊 很简单啊 那么几笔啊 对不对 第二种 给初学者用的 就是弹琴 你学弹琴 一开始要看谱子 真正的文人 是不需要谱子的 文字就是谱子 我们学音送就明白了吗 简字就可以唱了吗 对 高低长短 对不对 为什么非要固定呢 没有必要固定吗 他定性不定量啊 那是对的呀 以定性这件事情 见了文字 你就看出来了吗 定量这件事情 是你自己的事情 哪需要谱子 我们早就超越了 谱子的阶段了 对吧 现在呢 明月被演奏的时候 也摆上谱子 然后 这什么事啊 对吧 太奇怪了 就看这些字 我们就该知道 这首诗怎么唱 就这样 我看是不是这样啊 我们回到这个文体 他的这个文体叫 香鹤歌 什么叫香鹤歌呢 这个很明确的 叫做 一人唱 三人鹤 直结者歌 古书就这么记载的 一个人唱 几个人喝啊 几个人喝 几个人喝 是吧 三十一个须的数量 就是多的意思 几就相当于 今天说的几啊 一个人唱 有几个人喝 直结者 结是什么 就是结拍戏嘛 今天看过什么 唱金蕴大鼓的嘛 拿着一个锤是吧 咚 哒哒哒 咚 那个东西是吧 那么直结者 他来唱 那么直结者 就是这个 一人唱的这个人 他拿着结 他来唱 给人来喝 什么叫喝 这要说一下 那么西方的音乐呢 有和声 和声啊 是吧 三度和声啊 倒密骚 是吧 那么我们成立一个乐队 来唱这个 比如说男声 这个体冲唱 是吧 那么男高音音唱哨 男中音音唱咪 男低音音唱糟 三个人一块唱 这个就叫和声 小乐队是吧 这个什么什么 几重唱的就是这样子的嘛 和唱就是这样子的 钢琴两个手弹 也是这样的嘛 是吧 和声最好听啊 三度和弦最好听啊 适合人的耳朵啊 西方人是这么说的啊 其实也不一定啊 像我们西北好多民族 一直上两度和声呢 这和声啊 所以这个 以前我们好多音乐学家觉得 哎呀 西方这和声太好听了啊 整个音乐是立体的 一个力度 一个表现力啊 我们中国没有啊 我们汉族没有啊 所以到处找到处找 后来又找到了洞族大哥 洞族啊 哎 洞族有 洞族有 你看我们中国也有和声啊 这没有必要嘛 干嘛要跟人拼着了呀 对不对 人家有和声 我们就得和声 对吧 人家有史诗 我们就得有史诗 是吧 人家有什么 我们就得有什么 人家有高鼻梁 我们也去惦去 是吧 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呢 是吧 我们没有和声 但是我们有和 和是什么呢 和不是三度的和弦 不是的 它一度也没有 它就是自己跟自己一模一样 是吧 你说一模一样有什么意思啊 一模一样有意思啊 哎 你们有弹古琴的吗 弹弹古琴的呀 这古琴啊 有琴歌 是吧 最著名的琴歌 像阳关三碟 很有名了 是吧 哎 什么消香水云啊 哎 好多的啊 弹琴怎么弹 唱歌 琴 是这个世界上 不给人伴奏的 就唯二的乐器之一啊 就我所知 世界上不给人伴奏的乐器 只有两种 一个就是琴 一个就是口弦 口弦 也是我们中国 从海南一直到东北 全都有的 口弦有各种各样的 口弦是用来说话的 琴 是用来喝的 不是用来伴奏的 我们现在叫古琴 以前就叫琴啊 琴就是那个东西吧 自从有了小提琴钢琴 我们才管它叫古琴 那本来就叫琴了 是吧 琴是华夏民族 最正宗的乐器 不给人伴奏 比如说阳关三碟啊 一上来 琴和皆当春 弹琴怎么弹呢 一声不多 要开始发声 一块发声 要结束 一块结束 力度拐的那个弯 那个音 完全一样 就这样 绝对不可能说 当当当当当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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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叫伴奏 没这个 你去看古代的琴歌 全都是 人和琴 同时发声 也没前奏 这是为什么 因为琴是另一个人 琴是你的知音 对吧 你看知音都用琴啊 有没有说琵琶是知音呢 都用琴 为什么 琴是另外一个人 你在唱 他也在唱 你们一起唱 所以古人很尊重琴啊 弹琴要要焚香了 是吧 要很尊重了 然后才能弹琴呢 他是另外一个人啊 要抚琴呢 是吧 现在不同了啊 现在琴也开始他伴奏了 人和人唱歌也是这样 公园里 我不知道广州公园是不是这样啊 北京公园反正是这样 好多老头老太太在唱歌 广州也这样是吧 哎哎 我去看 一大群人唱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 都叫中国 大家一会唱啊 老外从旁边经过 好奇怪的 哎呦这帮人 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 声音有高有低 干嘛你们不分一和声呢 不分声部呢 对吧 所有人都一边高度 高的上不去 低的下不来 但所有人都一样的 我们管这叫大合唱 外国人说这哪叫合唱啊 对吧 这叫大齐唱嘛 对吧 一齐唱 所以说哎呦 中国人不行 这音乐不行 就不会唱歌 外国人 你想一想 回忆一下 各种电影电视剧中 老外开始唱歌 只要是两个人唱 他就分声部 他两个人唱同样的 他自己觉得别扭 为什么 他从小训练的 他两个人 他就自然会分声部 有一个配合 但中国人呢 甭管多少少人 自然就会找齐 你看你们班也是 这位一送的时候 都找齐是吧 为什么 这是我们的民族性 这个叫合 这个不是不好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特色 合有什么不好啊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两个人唱同样的旋律 不好听吗 音色不同啊 还有进一步说 两个人真的能唱的 完全一样吗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就叫做 同中有异 这叫合而不同嘛 就是这个 我们就求的这个效果 人跟琴一起 人跟琴的声音一样吗 不一样吧 正因为他努力的求一样 而实际又不一样 这个美就出来了 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们体会到我们两个人 音色完全不同 但是唱同样的旋律 但是还是你是你来 我是我 我们各有我们的个性特色 这就叫贺 这种方式叫贺 哦 我讲明白了吧 好 现在我们回来 看这首诗 你明白了什么叫香贺歌 这首诗就 能看明白了 我们说这首诗 一人唱 几人喝 几个人喝 这首诗几个人喝 几个人 一个人 是直接的那个人唱的 跟他喝的是几个人 四个人 而且我还知道 这四个人的站位 对吧 那个艺人唱的那个人在哪 在中间 那四个人呢 分站东南西北 是这样吗 好了 第一句 江南可采莲 谁唱的 直接者唱的 第二句 连夜和田田 谁唱的 直接者唱的 第三句 鱼戏连夜间 谁唱的 还是直接者唱的 鱼戏连夜东 谁唱的 东边的人唱的 不是 再想想 是什么 一人唱几人喝 谁唱的 鱼戏连夜东 中间的直接者和 东边的那个人 喝的 喝的两个人 是吧 他是东啊 所以他不是跟西南北的人喝的 是不是 那么鱼戏连夜西呢 他和西边的人喝的 鱼戏连夜南 他和南边的人喝的 鱼戏连夜北 他和北边的人喝的 很清楚了吧 好了 我们再看高低 江南可彩连夜和田田 哪句高啊 你现在读一下都知道吗 哪句高 那就像昨天我们判断木瓜呢 是吧 哪一句读的时候应该加重 哪一句啊 第二句 很明显嘛 是吧 江南可彩连 那那什么了不起啊 可彩连什么了不起啊 所以他说可彩连 但是了不起的是 那和叶是那么的多呀 一大片呀 所以连夜和田田他用了和字嘛 所以第二句高啊 那第一句低 比如说用中调 第二句高 用上调 第三句呢 高还是低啊 低 很明显又该下来了 而且他为后面这四句做准备 那为什么多出这么一句来呢 这个结构上 好奇怪啊 是吧 像木瓜不就这么三段吗 他得多出一段 多这一段干嘛用的 你看一看这橘子 你觉得他干嘛用的 鱼系连夜间 连夜间 哎 让那四个做准备用的 是吧 那 怎么叫叫四个做准备呢 鱼系连夜间 你觉得他什么动作啊 叫你唱 你什么动作 肯定是 是吧 到处都有鱼 他在连夜间隙 所以它是个旋转动作 假如说这个直结者 是这样旋转的 那四个人呢 如果你编过五就知道了嘛 是吧 那四个人怎么转 反方向转嘛 那肯定是这么转的 所以这是这四个人的上场 这四个人怎么上啊 哎 汉月斧这是上场口啊 这是下场口 这样上的 这样上的 所以头两句的时候 只有直结者一个人在场上唱 第三句的时候 他请上新鱼的四个人 那四个人一定是什么动作啊 像鱼一样的游上去的吧 对吧 这肯定是这样啊 你想 好了 好了 然后 就后面这四句了 这四句我们就有个问题了 是吧 那为什么是北结束呢 这样 如果你吟诵就明白 这首诗 只有两个入生字 一个是夜 另外一个呢 北 夜和北都是入生字 我们把这四句念一下 如果南在后面 押韵的 鱼系连夜 东 鱼系连夜 西 鱼系连夜 北 鱼系连夜 南 压韵的 最后拖很长 但如果我们是北结束 把南调前面 再来 鱼系连夜 东 鱼系连夜 西 鱼系连夜 南 鱼系连夜 北 你看 节奏上不同 节奏上不同 前三句节奏是一样的 最后这句呢 它顿住了 收住了 这个古代的戏曲中呢 叫亮相 亮相啊 我们中国人演戏啊 出来之后呢 哐 先亮一相 然后才能开始表演 对吧 下场的时候呢 也要亮相 要哐 哐哐哐哐走 为什么一定要两头有个亮相呢 表示 我 不是我了 我一亮相 我不再是我了 我是那个面具了 啊 再一亮一个相 表示 我又回去了 我到头台了 这样 西方的戏剧不是这样的 是吧 上了就出来 一出来就是那个角色自己 这样 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诗都需要一个亮相呢 为什么就这诗需要亮相呢 你看看它站的方位 这样的一个队形 如果你编过五就知道 这种队形呢 特别容易散乱 是吧 如果站成一排 或站成一个三角 或一个半圆 这个容易取齐啊 大家互相余光能看得见 是吧 我们动作能整齐 说站成这么一个菱形 对吧 这个互相看不见啊 这个问题啊 这个有这么个问题啊 要取齐啊 那结束的时候要整整齐 就五个人啊 是吧 整整齐齐的 所以要用入圣字 连续两个入圣字 余系连夜 呗 这样 亮相用的 还有 还有一个原因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些贵族们坐在这儿 主位在哪 主位在哪 是 东西南北的哪个方向 不对 有句话叫什么 坐北朝南 所以他呢 在北边 主位在北边 而汉乐福的表演 是四面舞台 全都是舞台的 是吧 他不是单面的舞台的 所以他要照顾到四方 所以东西南北的人 他都要给他表演看 但是最后亮相结束的时候呢 面相主人 结束 然后再下去 这样才有礼貌 所以是北结束 四句之间高低关系是什么样的 东西南北 没什么意思的差异 对不对 没什么意思的差异 前四个字又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四句的高低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东西南北 这四个字的字音的高低 对吧 那东是什么 音平 西呢 音平 南呢 阳平比音平要高还是低啊 忘了 清声为阴 左声为阳 清声高还是左声高啊 清声高嘛 对吧 音平高 阳平呢 低一点 北呢 助声 平低则高 这就是这四句的旋律 互相的旋律关系 很清楚吗 很清楚啊 但我现在 因为普通话是平高涉低的啊 平高涉低的 所以我现在唱的这个普通话的呢 这个阳平比那个音平要高啊 我觉得也不是关系很大 所以原来他的这个旋律应该是 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 现在我们是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 是这样的啊 这个要做个说明啊 我觉得对意义影响不大 就这样子了啊 但反正你能知道他们的 相互的旋律关系 是吧 现在就行了吗 可以引诵了吗 很简单了吗 对不对 很简单了吗 对吧 我们矿泉水调就可以 对吧 旋律虽然跟汉朝不一样 但是长短高低是一样的 嗯 基本的风貌是一样的 对吧 第一句怎么唱 江南 可 对啊 因为你要为第二句往上升做准备啊 你那个彩莲最好不要像江南那么高 不要在一个线上 对吧 不要在同一个调上 所以你江南可 如果同一个调就江南可采莲 是吧 那么我们最好是江南可采莲 一个上调一个下调 这样好啊 然后呢 整个向上跳对吧 我们说第二句要高嘛 所以连夜上去了嘛 连夜 和田田 啊 运要拖长 对吧 对完了吗 第三句呢 再下来 云西连夜 前 于是后面的四句了 后面的四句的速度 节奏速度 比前面你觉得要快还是要慢呢 快 明显要快了 相和了 所以 云西连夜东 云西连夜西 云西连夜南 云西连夜北 但是这又有个问题啊 我们一唱就会发现 如果最后这个云西连夜北 他是直接者跟北边的那个人喝的 还是没有办法取齐 那仨人怎么办呢 所以他应该是五个人一起喝的 但是如果是五个人一起喝的 北边的那个人就失去了单独喝的机会 这个不符合我们古人的 这个中国人的做人的原则 对吧 所以答案一定是 再来一遍 所以他是有重复的 好 全明白了吧 连舞蹈动作什么 全都明白了 是不是 一开始 上场 就是直截者一个人站在那 是吧 先上来 一跳 咚 打打打 咚 是吧 开始 然后江南可采连 连夜和甜甜 这个时候那四个人开始从那上了 对吧 于是他开始介绍这四个人 是吧 一夕连夜街 正好转过来 四个人方位站定 于是 一夕连夜东 一夕连夜西 一夕连夜南 一夕连夜北 然后呢 再来一遍 一夕连夜东 一夕连夜西 一夕连夜南 一夕连夜北 下台 怎么样 不需要谱字 看到这些字 我们就知道它是怎么唱的 可以恢复回去 对吧 你这样一唱 这个汉月府的风味 就整个就出来了嘛 是吧 不是个男士 只要会音送就行嘛 对吧 来 我们 来几个老师来表演一下 好 我来做那个直结者 四个老师上来 我们在这场地来试一下 试一下 感受一下 谁愿意来 来 来 先上四个老师 先上四个 下一次我就不做直结者了 就行了 好吧 来 这个 我们场子如果是这样的 上场口在这边 你们到那去排好队 不不在这 在这 在这排好队 小心那个 小心电电 好 赞成一排啊 赞成一排啊 赞成一六啊 对对对 靠紧密一点 紧密一点 紧密一点 好 那我们以这边为北 那这边就是南 这边就是东啊 这边就是西 是吧 你们上场呢 我想我是这么转 那你们是这么上的 您就是西边的 那你要走得最远 走到那去 是吧 您就是北边的那个 您就是东边的那个 最后就是南边的 搞清楚了吧 搞清楚了啊 然后听我唱到 连夜河田田 听到那个田子 就开始往上上 上的时候像鱼一样的 这样 好吧 好 来啊 你们就是 汉代的贵族们 在艳想 是吧 我们来啊 江南河采连 连夜河田田 于西连夜间 下台 来来来谁再上来试一下 来你们来 来这个 五位 自己做职取协者 五位 其中一个位制协者 制协的时候 可以拿一个道具拍打 这个 这个 制协了 没拍子 来来来来 再来 五位老师来试一下 最后四位 哎 来 再来来 几位来 感受一下嘛 才三位啊 再来一位 他对艺术要求高 他得自己练好了才行 直接放出一种美人之间的一种娱乐就可以了 当然这时有一页小时了 回来 回来 那算了 还我来直接吧 那你们站好了啊 这个还是这样啊 对不对 您是西的 您是北边 您是东边 您是南边 北边的 这个杨老师你要记得 到最后 于西连夜北的时候 所有人一起的时候 你要面向那边 不能面向我了 第一次要面向我的嘛 就相和嘛 对吧 在最后一起 集体亮相嘛 对吧 好吧 那我们再来啊 江南可才连 连夜也和甜甜 下台 回去就可以给孩子们编舞蹈了吧 哎 很容易的嘛 这个就是说 吟诵的时候要注意文体 如果这是一首舞谷 那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乐幅 那个就 又是另外一回事 是吧 同样的字 在不同的文体里 有不同的读法 实际就这样了 所以要关注这一点啊 那怎么才能熟悉文体啊 你们可能现在觉得 哎呀 对文体的知识 好像太贫乏 多读点中国文学的东西 古代文学研究的东西 文体方面 现在最好的一本书 是楚宾杰的 楚宾杰先生的啊 这是北大的教授 已经去世了 楚宾杰先生 有个中国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不厚这本书啊 买一本放在手边 没事的时候 去翻一翻 去对照一下啊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好 我们再换一手 我们再换一手